農業界最高榮譽十大神農獎26號頒獎 今年有很多三、四十歲的年輕農民入選 平均年齡比往年下降了很多 不過年輕農民創業也遭遇很多挑戰 需要各界級與更多的支持和鼓勵 換上西裝壁挺 平時穿水鞋養豬的鄭玉蟲 搖身一變成形藍 身上十大神農的布條 對年紀才32歲的她是莫大的肯定 現在家裡養了一萬兩千隻豬 生意蒸蒸逸想 不過她曾經為了轉型 前後損失超過百萬元 一想到爺爺的力挺 令她從失敗中站起來 忍不住落下感謝的眼淚 轉型走出新局的還有在宜蘭 從事有機殃苗育種的荒福載 今年才44歲的她懷抱住院大夢想 她與花蓮區農改場合作 使用高溫水蒸器來消毒種子 堅持不用化學藥劑 雖然利潤壓縮 但能夠看到有機殃苗 散播在2500公頃的農田上 是她最大的安慰 今年入選十大神農獎的農民 從32歲到80歲都有 有七位是六七年級生的年輕世代 為台灣駐入更多創新和活力